欢迎来到我们的视频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看看世界上最恐怖的九种蛇 从致命的毒液到高超的捕猎技巧 这些蛇类绝对会让你大开眼界 我们会一一介绍每种蛇的特点 包括它们的外貌 住在哪里 毒性强不强 还有它们和我们人类的关系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走进蛇类的奇妙世界 探索这些令人敬畏的生物 在开始之前 请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们最新的视频了 这些蛇不仅仅是自然界的奇迹 它们的生存策略和适应能力 也让人叹为观止 无论是生活在热带雨林中的巨蟒 还是潜伏在沙漠中的香尾蛇 每一种蛇都有其独特的生存之道 我们还会探讨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重要角色 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其他动物和植物 通过这个视频 你将了解到更多关于这些神秘生物的知识 并且学会如何在野外遇到它们时保护自己 让我们开始这段惊险刺激的旅程吧 第一位出场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致命杀手 内陆泰潘蛇 它们也被叫做凶猛的蛇 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陆地蛇 内陆泰潘蛇的毒液 只要一点点就足以杀死100个成年人 它们主要住在干燥的沙漠地区 身上的颜色会随着季节变化而改变 内陆泰潘蛇性格比较害羞 很少和人类接触 但如果被激怒了 它们会发起猛烈的攻击 速度非常快 幸运的是 因为内陆泰潘蛇生活的地方很偏僻 而且现在有很好的抗蛇毒血情 所以被咬伤致死的案例非常少见 内陆泰潘蛇的栖息地 主要是澳大利亚的昆斯兰州 和南澳大利亚州的干旱地区 它们的身体颜色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改变 夏天时呈现出浅棕色 而冬天则变成深棕色或黑色 这样可以更好地融入环境 避免天敌的捕猎 内陆泰潘蛇的食物主要是小型哺乳动物 如老鼠和小鸟 它们会利用其强大的毒液 迅速杀死猎物 然后慢慢吞死 尽管内陆泰潘蛇的毒性极强 但它们的性格相对温和 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只有在感到威胁时 它们才会采取防御措施 内陆泰潘蛇的攻击速度非常快 几乎无法躲避 幸运的是 现代医学的发展使得 抗蛇毒血清的效果非常显著 大大降低了被咬伤致死的风险 研究人员和蛇类专家也在不断努力 了解这种神秘而致命的生物 以便更好地保护人类和蛇类的共存 总的来说 内陆泰潘蛇虽然是世界上最毒的蛇之一 但它们对人类的威胁并不大 只要我们尊重它们的栖息地 避免不必要的接触 就能与这种神秘的生物和平共处 内陆泰潘蛇的存在提醒我们 大自然中还有许多未知的奇迹 等待我们去探索和了解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海洋里的毒王 贝尔特海蛇 它们的毒性比内陆泰潘蛇还要强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毒的蛇 贝尔特海蛇主要生活在澳大利亚西北部的海域 喜欢吃鱼 它们性格温和很少攻击人类 虽然毒性很强 但贝尔特海蛇每次排出的毒液量很少 而且只有在滋味的时候才会使用 所以遇到贝尔特海蛇并不一定意味着死亡 只要保持距离 不去招惹它们 就可以避免危险 说到速度 就不得不提到非洲大陆上的死神 黑曼巴蛇 它们是世界上移动速度最快的蛇类之一 最快可以达到每小时20公里 黑曼巴蛇的名字来源于它黑色的口腔内部 而不是它的灰褐色的身体 它们性情暴躁 非常具有攻击性 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蛇类之一 黑曼巴蛇的毒液含有神经毒素 能够迅速攻击人类的神经系统 导致呼吸衰竭和心脏走停 在非洲 黑曼巴蛇 黑曼巴蛇是当地人最害怕的动物之一 每年都会造成很多人伤亡 黑曼巴蛇不仅速度快 而且它们的攻击方式也非常迅猛 它们通常会在感觉到威胁时迅速出击 咬住猎物 并注入毒液 这种毒液会在几分钟内开始生效 使猎物无法逃脱 黑曼巴蛇的生存环境 主要是非洲的草原和森林边缘 它们喜欢在树上或灌木丛中活动 这种蛇的寿命可以达到十一年左右 然而在野外 它们的生存环境和天敌 使得它们的寿命往往会更短 第四章 眼镜蛇之王 眼镜王蛇 眼镜王蛇是世界上最大的毒蛇 也是眼镜蛇家族中体型最大的成员 它们可以长到五米多长 体重超过二十公斤 眼镜王蛇以其他蛇类为食 包括体型较小的眼镜蛇 它们的毒液非常厉害 一次攻击就能释放大量毒液 毒液中含有神经毒素和细胞毒素 可以破坏猎物的神经系统和器官 在亚洲 眼镜王蛇被视为力量和死亡的象征 出现在许多神话和传说中 第五章 绿色的幽灵 绿曼巴蛇 绿曼巴蛇是非洲最致命的蛇类之一 以其线绿色的鳞片和闪电般的攻击速度而闻名 绿曼巴蛇主要生活在树上 捕食鸟类 蜥蜴和小型普鲁动物 它们的毒液含有神经毒素 可以迅速麻痹猎物 绿曼巴蛇的攻击速度快得惊人 而且它们是伪装大师 很难被发现 在非洲 绿曼巴蛇咬伤的致死率非常高 因为它们的毒液作用迅速 而且很难及时得到治疗 第六章 致命的宁视 泰国眼镜蛇 泰国眼镜蛇是东南亚最致命的蛇类之一 以其独特的眼睛图案而闻名 泰国眼镜蛇的毒液含有神经毒素和细胞毒素 可以攻击人类的神经系统和肌肉组织 与其他眼镜蛇不同的是 泰国眼镜蛇可以将毒液喷射到两米以外的地方 而且非常精准 如果毒液进入眼镜 会导致剧烈疼痛 视力模糊 甚至失明 第七章 沉默的杀手 澳洲棕蛇 澳洲棕蛇是澳大利亚最常见的毒蛇之一 也是造成蛇伤最多的蛇类之一 澳洲棕蛇的毒液中含有神经毒素和血液毒素 能够攻击人类的神经系统和血液凝固机制 澳洲棕蛇性格害羞 通常会选择避开人类 但如果受到威胁 他们会发起猛烈的攻击 在澳大利亚 每年都会发生数百起澳洲棕蛇咬伤事件 但由于抗色度血清的普及 死亡案例非常罕见 第八章 沙漠中的伪装者 菲尔德兰斯蛇 菲尔德兰斯蛇是一种剧毒的鸽蛇 主要分布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沙漠地区 菲尔德兰斯蛇拥有完美的沙漠伪装色 而且非常善于隐藏自己 因此很难被发现 它们的毒液中含有血液毒素 能够破坏猎物的血液凝固机制 导致内出血 菲尔德兰斯蛇性情暴躁 极具攻击性 是美洲大陆上最危险的蛇类之一 第九章 伪装大师 加彭克蛇 最后我们要介绍的是伪装大师 加彭克蛇 它们拥有世界上最长的毒牙 可以达到五厘米长 加彭克蛇的身体上覆盖着美丽的几何图案 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是自然界中伪装最成功的动物之一 它们的毒液中含有细胞毒素 能够破坏猎物的组织器官 导致剧烈的疼痛和肿胀 加彭克蛇性情温顺 很少攻击人类 但如果被激怒 它们会发起致命的攻击 感谢观看今天的视频 我们一起探索了世界上最恐怖的九种蛇 了解了它们的致命毒液和惊人能力 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最害怕哪种蛇呢 是速度惊人的黑曼巴蛇 还是伪装大师加彭克蛇 别忘了点赞订阅并打开通知铃铛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们最新的视频了 我们下次再见